做后期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 那就是找到Photoshop 被骗了 Lightroom是一款针对摄影师后期修图的软件 它有点像Photoshop里面的ACR 或者是阉割掉了90%功能的Photoshop 也正是因为功能很少 又具备了图片管理和Plan功能 所以看起来很好用 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比如说你想坐一门镜庞泡来保护相机 Lightroom给了你一把螺蛳刀 一把小刀 还有一个钳子 都是很方便的工具 但是做出来的镜庞泡可能是这样 它不能很好地保护你的相机和家人安全 但是Photoshop给了你一把螺蛳刀 一把多功能小刀 还有这些东西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些工具里好像还有说明书 上面写着 一键三连 或许用这些工具 你可以做出这样的镜庞泡 它不仅可以拦截各种昆虫 危险的猛期 也可以击落F22战斗机 诺曼底号 企业号 无尽号 绝对是居家生活的好伙伴 我这里不是说Lightroom不好 我要用 而是说咱们不能拘泥于这一个后期软件 它的确可以帮你打开一片小小的天空 交给你几个最直观最方便的工具来修图 但是提升技术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提升你的工具 想要好的画质 就要买传感器更大的相机 想要更稳定的视频 就要从手持升级到稳定器 想要更高级的效果 那就一定要学会使用Fotero PS在修图功能上面最大的优势 就是引入了图层和蒙版 可以像叠换灯片一样 把条件图层一层一层的 有序的叠在原始照片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叠在一个照片滤镜 来改变整体的氛围 然后在滤镜上面 再加一个曲线图层来调节反差 再加一个曲线图层来调节色彩 而蒙版就是控制每一层幻灯片 显示范围和不透明度的工具 白色代表显示 黑色代表隐藏 灰色代表若隐若现 用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结合曲线 给照片加上你所想要的暗角 做明暗分区 甚至局部调节 这两个功能 给了后期照片无限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 每一步都尽在摄影师的掌握之中 或许阻止新人 接触Photoshop这个软件的 最大问题在于 它的功能太多 看起来很难学会 但是别忘了 Photoshop不是单纯的 一个后期照片的软件 很多给画手或者设计师 使用的功能 咱们摄影师不一定用得上 而最有效的图片后期功能 也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 掌握好合理的使用逻辑 有效的排列组合这些功能 就能达到Lightroom 无法触及的效果 制作了一套系统的后期课程 12个课时从后期思路 到各种风格的后期手法 到色彩和情绪的营造 再到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及高级手法的引入 套路不多 思路不少 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 引路作用非常大 而你只需要花费 一杯奶茶的钱而已 从后期课程中